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为了解决年轻人不敢生孩子的问题,社福专家卓春英副教授提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,他认为再多的工托也难以满足实际需求,因从训练保姆月扫着手,既可让工需失衡的状况解套,又能提供中年妇女就业机会。 陈亭飞表示,对于训练月扫与加强社区保姆辅助公共托婴的不足,是可行的办法,将来如入主事府将加以推行。 陈亭飞日前向卓春英行议,有关托婴政策方面,如何让年轻夫妇感生小孩,政府政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,卓春英认为,工托再多也不服事需。 年轻夫妇不敢生孩子因从训练月扫,保姆着手解决,以月扫为例,这是目前香港正在实施的政策,就是训练一批专业的月扫,到府为做月子的妇女朋友顿煮月子餐,这可以为年轻家庭省下大笔费用。 保姆则从社区挑出适合的人选,藉由周延的训练取得证兆,年轻父母究竟将因幼儿托付给社区保姆,除了不用挤工托宅门之外,也因临近住家,不会影响到工作。 卓春英认建议,适当引进公共护士,以及妥为运用现有的学校护士,让他们发挥所长,在妇女怀孕期间,可以由工户前往指导产前卫生护理工作,让缺乏经验的年轻妇女得以获益,提升他们怀孕生产期间,应注意事项的尝试,工户,月扫,保姆串联。 形成守护年轻夫妇生儿育女的政策,渴望让年轻人敢放心生育,进而逐步解决少子化现象。 陈廷飞认为,相关建议很值得纳入未来市政市政核心,尤其借由工户、月扫、保姆的训练,若能贯彻落实健全妇女的生育照护制度,这项政策无疑是年轻夫妻的守护神, 因可大大舒缓年轻夫妻不敢生育的压力,接下来她的妇女生育脱颖政策倾听列车,将开往保姆工会理事长温月桂的家,继续为年轻夫妻找到分忧解牢的方法。